一天早晨,曾子的妻子准备去集市买一些东西,儿子吵着闹着也要跟着去,曾子的妻子就对儿子说,你在家里等着,我一会儿回来给你杀猪吃。 等曾子的妻子回来时,听见院子里捉猪的声音,原来,曾子正准备杀猪给儿子做好吃的,妻子赶忙阻止,曾子说,小孩年幼无知,经常从父母那里听取教会,如果我们现在说一些欺骗他的话,等于是教他今后去欺骗别人。 虽然做母亲的意识能哄得过孩子,但是过后,他知道受骗了,就再不会相信妈妈的话了。 曾子的妻子于是心悦诚服地为儿子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 聪明妈妈,做父母的人应该像曾子那样用自己的行动做表率,去影响自己的子女。